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啊 今天我錄的那天是3月2日的,喂,大家好 今天的新聞主要是47個人 其實保釋申請還未處理完的 還有20個,我剛才6點多看,7點的時候 就說,喂,還有20個保釋未處理 可能今晚搞到12點,又未搞完 又要拖到入,但基本上我估計 47人全部都不會有保釋的了 不過,他們很流行有一些法律上面 又提供了,喂,譬如說林景楠 提供了什麼,又說肯付錢,過100萬 老婆出20萬 又說不接受訪問,當然 這個RFA就 法國那邊的媒體 說得好像民主被淺淡那些 但這傢伙根本是人渣來的,黑暴分子 OK,無論如何都好 他們的保釋肯定要拖 另外,其實有一些人大 港區人大,或者其他的政協 現在準備去深圳轉飛機 去北京開會 也有很多要做政改的內容 散出來,OK 港台也有一些編輯不做了 所以,散散碎碎有些事情去說 好,我們先講正經的意義 邀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償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好,請你留意每一天的12點和8點 通常都會有片出 好,我們先講正經的意義 好,你能夠支持他們 今天就不知為什麼沒有所有的人 那,究竟是不是昨天有出薪 所以那些人就會出來呢 所以今天就沒有呢 那就是的了 現在那些人被捕了 其實香港是好很多的 所以,就少了很多黑暴出來 也有傳說今天18區周圍搞 但我收不到訊息說有 说3月2日到处搞,说7点 我做节目这一刻我都听不到 如果有的话,你就通知声 究竟是不是这么多人搞事呢 另外,都知道处理保释的问题拖很久 所以昨晚夜妈妈,他们有四个人暈了 杨雪盈,梁国雄,谭海邦,林景岚 这些人都说暈了 我觉得又是演戏,我怀疑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说真的,坐几个小时 你在法院坐在这里而已 怎么坐到暈了 真的,没理由的 但是,我对于他们 我估计,希望不会有什么例外 就应该很难坐 应该说多一点点 余慧明就停职了 因为,其实说按照程序 其实余慧明可以说是挺恶劣的 在香港来说 他就不是真正正的医护 他就发起罢工 甚至他在抹黑什么安心出行 政府谴责他 其实他可以长期这么说 余慧明呢 他是以一个所谓 他不是医护的身份 他是IT的身份 做过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主席 他就在抹黑安心出行 懒是以医学界的身份去说话 其实呢,长期他做的行为都是这么恶劣 现在呢,他就终于停职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否另外那三位 昨天说过了 有三位暂时不告的 会不会那三位 他们都会去前线做多一些医疗的服务 为社会贡献 所以暂时不告他呢 会不会就是余慧明这个是废人 告他都无所谓 另外三个就给他 做多几个月先咯 5月 刚才再拉他 好像说5月4日他们再拉 看下情况会怎么样 不过呢 我觉得这帮人 就是 他们都被抓了 就是香港会变好 另外 现在来说呢 基本上无线新闻呢 就讲到那些港区人大比的意见 就很多种了 就已经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选委呢 这117席的区议会二席呢 就会取消 叶国卿这么说 那我估计呢 区议会第二届都会取消 但是我又觉得现在呢 区议会第二届有五个位置 说现在呢 就说商界分了他 我觉得呢 这个也不是好事来的 就是现在呢 香港呢 对不起啊 我都可以这么说 好像石礼谦那些 究竟他们是不是爱国的呢 好像石礼谦 中国斌这些 就是我们觉得 为什么商界要长期吃 免费午餐呢 为什么取消了五席 如果取消五席 这个立法会工 功能组别里面的区议会第二届别 就是所谓的五席超级 就要给多些商界吃了五席呢 现在商界究竟 在黑暴的里面 我们知道啊 某些地产商 他们的商场 长期没有事的 我自己就知道呢 新鸿基那些 新鸿基那些 经常出事 我就知道呢 九仓那些 经常被黑暴打烂 但是呢 铜锣湾那些 就没有事的 铜锣湾怎么搞呢 搞烂的 搞控灯都不会搞烂 别人那些 那些 那几个百货公司 什么什么 永远没事的 所以有个呢 有个家族呢 就是说 喂 怨荣要归去那些家族呢 他的商场 这么久以来 黑暴都没有事的 那为什么 没有了五席 区议会定义界别 所谓的超级二席 要把那些五席 分给商界呢 我真的不明白的嘛 是不是啊 这个呢 他就说了 要建立一些的 筛选机制 譬如说 那些候选人 要经过国安公署 筛选过去 国安公署可能呢 其实就是駐港啊 就是中央駐港的国安公署 不是警方的国安公署 那筛选过去之后呢 那保证呢 他们不会勾结外国势力 这些我很认同 但是原来一直都没有执行 所以呢 希望香港会不会有这些改善呢 我希望有啦 是不是啊 OK 另外呢 就知道呢 就是我希望那个政制改革 包括多些东西 譬如说 有一些的 现在呢 因为要宣誓 就 港台这个黄鹏六霞 就是说 头条新闻那个监制 就不干了 这样 就是人妖和太监 还有没有能干呢 我就不知道了 有个叫唐若韻的 就是我们说他 玩3P那个呢 港台女记者 原来制作了一些节目呢 都老屈 大陆那边呢 中央那边呢 在新疆呢 有一些什么 残酷啊 震压啊 这些 所以港台呢 在西方拿奖 就是 究竟现在香港这些公务员 有多少个人有BNO呢 就是我希望那个政制改革 会更加圆满一些 因为 现在 黄鹏就不敢宣誓 另外也有两个监制 都是一起离职的了 但是究竟会不会还有很多人 潜伏在政府那里呢 有问题的呢 好 另外呢 其实就是说 我说一点叶柳 不好意思 叶柳一件事 叶柳一件事 就是呢 有些网友呢 其实就 说叶柳呢 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不拆连龙场呢 是因为一件案件 那网友呢 就展示了那个案件的 那条link出来的 那就是说呢 就是一个2013年 法轮功那件案件 那最后呢 政府呢 在2018年败数 2019年呢 12月呢 就上数得值 但问题呢 这位朋友呢 他自己亲自呢 去青年龙场的时候呢 他发觉食环柱呢 在2019年9月呢 是有青年龙场 不是那件案件呢 令到他完全移动不了的 而且呢 我觉得呢 法轮功的 他们那些政治标语呢 很多时候都不是 紧局绑死的 跟连龙场的情况不同的 究竟 昨天我们也有说 就说 不清年龙场的决定 是陈兆史 或者张建庄 或者是林郑 决定的 那可能他们的决定 可能是純政治决定的 劉利群只是执行 但是问题是 劉利群决定过 2019年9月 就是那宗官司 未上诉成功之前 他都清过年龙场 那为什么特区政府会不清呢 就是我会觉得 现在公务员的忠诚问题 是很严重的嘛 劉利群被我们质疑 叶柳要镇压我们 说我们无知 是不是呀 我写了一个帖 关于叶柳的 那我读一读 他说当年曾俊华参选 是要阻止梁振英连任 这样 叶柳为何要参选特首选举呢 同样是要阻止梁振英连任 曾俊华参选是自杀式的 你都知道了 曾俊华提早 是要辞去财政司的位置 他辞去的时候 不见了很多人工 每个月都30万 是吧 另外就是说 他这样做 是令到中央政府很多尴尬的 令到很多的问题出来 好像中央都没有鼓励你 为什么你去选呢 当然曾俊华破坏了他和中央的关系 所以说他自杀式 现在曾俊华背后 是可能有金主补偿去损失 因为他这样参选 花了几百万 看来曾俊华可能是有人贴钱给他 他去这样 提早辞去财政司去选 那叶柳 就没有金主他没有利益了吗 其实叶柳进不了集灭萌萌 是要附和曾俊华反对梁振英连任 令到这个反对 听上去是合情合理 按照维基条目 即是在2017年特首选举的维基条目 叶柳曾于2016年10月28日 公开反对梁振英连任 即是说 我以前整个帖就是说 anyone see why 是地产商 和泛民的一个共识 原来叶柳是一样有参与这个邪恶共识 和泛民和地产商连成一起 我说过曾俊华其实是替林郑助选的 变相是 这样说叶柳也是服务地产 要阻阻梁振英连任 我对叶柳就这么看 即是在这个时候 回回去 即是我们找回去 四年多五年前的历史 很明显的 叶柳也是要阻阻梁振英连任 但是梁振英当然 她最后就不是 她是以一个理由 就是家庭问题不去连任 我觉得呢 我不太相信这个理由 不过不要紧 有些人跟我讨论 我不会 免得说这么多 我觉得梁振英连任 其实对香港是好些 如果面对黑暴的是梁振英 不是林郑 真的差点 因为 如果这些 我都说过 AO出身真的没什么好人 叶柳 也是这样的课识 对不对 最后 我说一说 那班的学生 中大学生 其实昨天晚上 已经集体 其实我做节目的时候 都收到消息 但是昨天太多话说 我没有说 她就说她们集体3月1号 上庄 全部总辞 因为她们已经很丑样 撤回了她们 选举的政綱 把这些东西都关掉了 但是她们选举的政綱 就是说要阻挡国安法进入校园 或者是 某一些说话 甚至是违反港区国安法 有推动港独之业 那当然她们的说话 说了出去 有人截图已经记录了 她们撤回没用 但是她们撤回 代表她们不会理行她们的政綱 对不对 那现在她们 她们现在不做就OK了 谁知道 她们要撤回她们的 她们总辞 她们发表了一些宣言 她们就说学校威胁她们 接着又说她们的亲友被死亡恐吓 但是 我收不到 按我理解 她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譬如一些录音 或者一些文字 有人死亡恐吓她家人 那怎么死亡恐吓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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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人家罵她一句 全家亡 就算是死亡恐吓呢 就是我有时候 都随便 都会骂一下 就是这些黑暴学生 骂她们是全家亡 那可能我已经算是死亡恐吓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 当你是很欲酸 你拍 你计过数 发现你当初的政纲是犯了港区国安法 所以你要缩杀 那你缩杀 那你缩杀 不如不做 但是 你在这么欲酸的情况之下 你就刻意去抹黑别人 去还自己的清白 我就不信学校呢 会这样呢 去威胁你们些什么 因为学校已经成功和你们切割了 虽然我觉得不够 应该趕你们这些混蛋出校 可能仆街你都可以说我是死亡恐吓你 因为仆街的意思是还死街头 有另一个解释 我骂你是仆街的话 那我可能是死亡恐吓你 但是我宣称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怎么办 学校就要威胁你 让你不要选 大哥 你们玩下去是你们自取滅亡而已 学校为什么要威胁你 大哥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去死亡恐吓你的亲友 你说完一大堆东西 是不是博同情 想骗众囚呢 这些全部又是正棍行为 不是说了吗 但也别不骂那么多 不骂那么多 不骂那么多 感谢观看